丹寨县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隶属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 宁曼丽来自安徽 贵州丹寨宁航腊染有限公司创始人 实际上在2009年之前 宁曼丽基本与腊染绝缘 我是安徽人 2009年我到贵州来旅游 在凯旅的一次民间工艺品的博览会上 我认识到腊染 贵州来之前 我是在安徽做一个小型的织布厂 最初我是因为 我在安徽的那些面料积压了 正好跟腊染的面料特别吻合 我觉得我是可以进行第二次创业 然后正好有一个切姬 腊染的面料是天然的 正好我的面料也是天然纤维 我最初能够走进腊染的这个行业 并不是我有多高的情怀和觉悟 我是从谋生开始 从谋生到认识到理解到喜欢 再到热爱 到了这个阶段 我愿意把它当这一件事情来做 所以贵州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腊染我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就慢慢地感觉到 它不光是一块面料 它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它是有温度的 邻居了这些手艺人对生活的向往 和对未来的憧憬 所以我是慢慢慢慢地觉得 这件事情值得我一辈子去做 就这样 2009年11月 宁曼丽在贵州丹寨创办了一个腊染工房 从此和一群苗族妇女结下了不解之缘 腊染 古称腊鞋 是我国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 丹寨县腊染素有东方第一染之称 丹寨苗族腊染记忆 2006年被列入国家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我们丹寨有一个良好的习俗 一直保留着 就是女孩子到了八九岁的时候 她都要跟妈妈学习腊染这门手艺 所有的母亲都有义务来传承这门手艺 直到今天这个良好的习俗一直保留着 在丹寨县的牌岛 牌木 积家 很多的称赛 直到今天 所有的女性都会画画 她们天生就是画家 苗族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她虽然没有文字 但是她把她们的历史崇拜的图腾 对祖先的敬仰 还有她们一路上的千细的事件 都记录在身上 所以她们是把她们的历史 穿在身上 画在身上 写在身上 我们拿一块天然的千维的面料 准备好 然后把它烫平 然后我们用辣刀沾上辣 在这个布上面去绘画 画你想要画的图腾 画好了以后 在地形第二个阶段 染色 其实染的时候 这个有蜡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防染剂 就起了风染的作用 白色的地方 空白的地方 就变成蓝色了 这个有蜡的地方 它就封住了 染不到颜色了 其实这个颜色的深浅 跟我们染色的次数有关 染的次数越多 颜色就越深 染好了以后 我们再用沸腾的水 去煮这个蜡 蜡呢 遇到高温就融化了 布面上蓝地白花的 这个画面就呈现了 苗族蜡染在图案题材上 独具特色 并将内容和形式 巧妙地融合一体 单载的蜡染啊 有几个经典的图案 它是一直不变的 世代相传的 有一件圣装 蜡托纹 它是永远不变的 那个位置也不变 大小也不变 还有一个是蝴蝶纹 蝴蝶纹呢 他们相传就是蝴蝶 就像汉族的女娲一样 它是人类的施主 再就是鱼纹 鱼纹呢 它是寓意着多指多福 人定兴旺的意思 还有鸟纹 鸟在丹寨呢 也是这个地区苗族的一个图屯符号 所以鸟呢 是他们心中的一个吉祥图屯 另外呢就是铜骨纹 太阳骨 就是苗族人沿着太阳的方向在前夕 它是一种光明的一个象征 花草纹 它也是把大自然的花草 花鸟这些东西呢 融到它的画里面 包括一些植物的米粒啊 麦穗啊 这些纹路啊 都一直高频率出现 蜡染记忆是人类使用最早的艳染工艺 该记忆又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 苗族蜡染有着悠久的历史 艺术成品在整个染之美术界都享有盛名 其实蜡染的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取之于大自然 蜡染它有两个关键值 一个是蜡一个是染 蜡就是密封的蜂蜡 它是从大自然中提取的 用蜡来画画 这个蜡呢之前是固体 然后把它融化成了蜡叶 然后用蜡刀来绘画 那么染这个染料呢也是天然的 这个蜡这个植物呢满身都是宝 它的根就可以做药材 金和叶子就可以发酵 做我们的蜡染染料 面料呢也是有讲究的 都是天然纤维 棉麻丝这样的天然纤维 然后蜡染最具独特性的 就是它的每一张每一块 都是个性化的 所以呢就是它不可复制的 这蜡染的三个要素 纯手工制作 纯植物染料 纯天然纤维的面料 经过十年发展 宁曼丽从一个蜡染记忆门外汉 变成了行家离手 还把蜡染工坊 打造成了当地最大的苗族蜡染 飞移传承基地 著名设计师陈浩 也从北京慕名而来加入其中 在贵州省复联锦绣计划的支持下 打造了画娘加企业加设计师的文创模式 即体验 研学 网络等销售方式 将指尖记忆变成了指尖经济 二百多名贫困苗族妇女 在她的带动下 依靠手工记忆 获得收入 摆脱了贫困 那因为蜡染的 她不支持 因为少敌 更重要的是这个手敌 背后的精确 她们手脱的太多 她们积极地关注 比如手工方式 我希望用她们的手工方式 做出来我们的蜡染作品 来吸引更多的 都市的一些人 来能够了解 喜欢蜡染 然后传统的蜡染 然后传统的蜡染 传到蜡染的生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苗族蜡染记忆 在传统的基础上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极实用性和艺术性与异体 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以其独特的魅力 迅速打开国内国际市场 产品销往全国二百多个城市 并出口日本 美国 法国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 对我来说 我也是既然认定了这个事情 也是愿意做一辈子的 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领着大家一点点往前走 让更多的姐妹们 利用手上的记忆 提高她们的经济生活 也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让我们特殊的大人记忆 能够真正一场成熟大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